今天被陳竹庭拉過來 說要我面對兩個好朋友 一個陳東生 一個王道帆 陳東生說 因為每一個人 只要慢慢累積財富以後 其他人看來就眼紅 眼紅以後就想來分 來分的時候 這個過程就會造成不公平 大概是這樣對不對 對 沒有 我亂講了 我亂講了 我亂講 胡說說胡說說 那王道帆是說 我兩天前看到報紙說 有一個日本人他不是說 父親告訴我 所有人都是壞人 所以不要跟人家交朋友 所以他變成很忽悠 我也不曉得這是人類基因 還是怎麼來的 我想我們最重要來聽他們兩個怎麼講 我不講 我不講 我沒有什麼可以講 我沒有什麼可以講 我也感覺很不公平 其實如果大家都遵守數學 照著數學的思維來走的話 其實就蠻公平 你都沒有人同意 所以等一下可以辯論 先講一下數學思維是什麼 數學思維喔 就從很一般的來看特別的 從很特別的去想到一般是什麼 然後 他要講 講不下去 聽不下去 OK 開始 所以 你升 你要升喔 他升 年輕人一定升 但是主持人聽說 可以Assad 誰優先講 沒有沒有 昨天晚上通知我說 林胡來有絕對的權利 說誰先講 我只有得到這個power 所以我就要用一下 陳同生先講 對 這個沒有按照筆劃順序 對 這個沒有按照筆劃順序 對 這個沒有按照筆劃順序 對 你應該要挺我的 我們都姓陳啦 對不對 好歹也要有童中的這個 好 那 我們剛剛那個主持人 這個 我們平常已經這樣很習慣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介意 他本來就胡來嘛 所以這個 你以前被華武拜潛 其實那是很奇怪 對對對 對 而且沒有被抓去關也很奇怪 對不對 一天到晚在胡來 而且都說別人胡來 林胡來 林胡來 不是我胡來 你要搞清楚啊 好 那我們 對 我們稍微笑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笑得太激烈 不然等一下那個健保還要給付各位的這個 臉部的傷害 好 那我們今天談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就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這個起源 我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觀點跟想法 還是引用前人的這個論點 提供給各位的那個文字的這個資料 可以說就是從這個盧梭 盧梭他主要的這個想法 他寫的一本書就是 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基礎與援曲 其實盧梭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算是窮途潦倒 他寫這篇文章是要去投稿 參加那一種真文比賽 類似像什麼中國時報文學獎 聯合報文學獎 不過這一篇文章 他第一次的投稿不是這一篇有得獎 但是這一篇文章 反而是沒有得獎 盧梭他算是一個 如果我們要這樣講 用比較簡略的這個說法 他是一個自然權利論者 當然他認為人在一個 原初的這個狀態 是最美好的 所以對於人性的一個基本的假設 是人性本善 而不是人性本惡 他跟後面的政治哲學家 像霍布斯 這一些人的這個看法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當然如說他對於人是性本善 原初的這一種出生的這個狀態 他也是最美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觀點 影響到他的教育的這個哲學 像他在艾米爾所提到的 就是要適應小孩的天生的這個個性 去養育他 那如說在這個 他的這個影響 影響了這個康德 影響了後來 可能各位都知道的像馬克思 他們的恩格斯的 對於這個社會的一個觀察跟想法 那如說呢 他就是說人生兒是自由的 那人最好的這個狀態呢 就是他出生的時候 那個是真誠的 自然的 而且在這種狀態底下 沒有什麼不公平可言 這是他一個基本的這個假設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簡單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太多可以去討論的 可是接著下來呢 他就會提到 人天生有的這一種自由 天賦的這一種權利呢 他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但是呢人也蠻無奈的 當人跟人開始有接觸的時候 就是人類開始形成一個小的團體 形成一個社會 而且這個社會越來越大 那個社會的這個不平等呢 就會逐漸的發展出現 所以他說在自然的這個狀態呢 每個人都不受約束 那再強的這一種強者的這個權利 就是那種政治權利上的這個差異呢 他也不會對於這個天生的個人 產生任何的這個影響 那這意味著所謂的自然的這個狀態呢 意味著是用最嚴苛的角度來看 是不跟其他人互動 不跟其他人往來 所以這個天生沒有什麼不平等的這個問題 每人都保有他的這個權利 所以是社會創造出這個不平等 這個才是這個如說最重要的這個問題 所以如說對於這個社會 社會互動社會的這個形成 他是比較悲觀的 所以如說說 關於一個人自然的這個原理 就是主要的原理是自然使人幸福而善良 那但是社會呢 就是說人跟人的這一種交往 帶來的呢 幸福是少的 那悲劇或者是衝突矛盾是多的 所以他說社會呢 會使人墮落而悲苦 那我剛剛已經講到說 如說在他的這個這本書裡面提到 就是人跟人接觸以後呢 這一種社會互動 產生這一個不平等的這個後果 所以他看他這樣子看 他說當一個人需要另外一個人幫助的時候 那人們呢就會開始察覺到 一個人呢佔據兩個人 擁有的糧食的這一種好處 而且這個在這一種 慢慢累積出這個財富 累積出這一種生產的這一種剩餘 這個平等就消失了 那這個私有制 這指的是財產的這一種私有制就出現 那這跟馬克思的這個想法 私有財產制影響建立的這個資本主義的制度 而是所有社會不平等的這個起源呢 基本上來說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他說勞動就成為是一個必要的這個現象 廣大的這個森林呢就用來 用人的這個血汗來灌溉這個田野 那這一句話呢各位要必須要注意到 其實這裡面有很強烈的這個意涵 就是說如果當你開始進入到定居 農業的這個耕作的時候 那你必須要用很多的這個血汗去灌溉那個農地 而且你希望那個農地呢能夠產生 最大的這個生產的這個數量 而當我們開始去灌溉農地控制農地 要累積最大的生產數量的時候 其實人跟環境之間的這個關係 就產生很大的這個改變 那如說兩三百年前講這些事情 等一下我用幾個例子印證給大家看 像這樣的經典作品 為什麼它具有這個啟發性 我等一下講幾個例子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私有財產這個是關鍵字 這個農田的灌溉定居的這一種生活 要控制那個環境極大化你農業生產的那個產出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沒有講的非常細緻 就是說當我們定居從事農業生產之後 我們的制度生活的環境 我們的這一種文化的這個價值體系 產生什麼樣子的這個改變 可是呢他得到一個結論 他說不久我們就看到奴役跟貧困 伴隨著農作物在田野中萌芽跟滋長 這個純粹都是一個假設 但是去年有人寫了一本書 就在論證這件事情 那這我等一下講個例子 2009年在Science有一篇文章 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盧梭說真的實在是不容易 那他的私有財產制的這個社會的這一種關係 形成建立在這個私有財產制底下 他說天賦的這一種不平等 他就不斷的被強化 有能力的人可以提高這個生產量 並吞其他人的這個土地 然後財富越來越集中 並吞這一件事情 他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你要知道 他也對人類社會的制度 產生一個非常重大的這個改變 什麼樣的改變呢 戰爭 戰爭需要什麼 軍隊 軍隊的這個形成呢 他下一件事情 就是誰擁有這個地位 那最明顯的會表現在性別之間的這個差異 就如說的這個推論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男性跟女性的這一種地位的這個差別 源自於把軍隊正式化 建立一個完整的這個軍隊的這個組織 而也在定居的這個生活 開始發展起來之後 你不會輕易移動 你不會輕易移動 你會把你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精力 創造它最大的這個產出 而且你要是有財產制 你要保護你的這個財產 你需要保護意味著什麼事情 意味著其他人 可能來掠奪你的這個財富 所以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這是一種說法 在狩獵跟採集的這個社會 那個衝突跟對立相對來講 它是相對是有限的 而且你也看不到什麼 自視的這一種軍隊 你也看不到什麼掠奪的這一種衝突 所以等一下我要談的那個書 這去年寫出來的是一個人類學家 說不定王道安教授知道 不過他不是在學術界的 他的這個觀察就是說 在狩獵跟這種採集社會 即便有衝突 他可以仲裁 可以協商 如果協商仲裁不成 他有一個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沒有的選項 他叫做離開啦 出走 就是to live 就是我跟你在衝突 真的沒有辦法解決了 那我們就離開 離開到另外一個地方 建立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個方式 但是各位注意到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這個選項的理由是 如果今天這個農地 是你花了很多時間耕作的 是你私有財產 你說你要離開放棄不可能 不可能 大家只有看看誰的拳頭比較硬 這個整個的想法 從家庭 這個農業生產制度 然後我們看看現在的這個 國際政治 像美國跟伊拉克阿富汗 這一種國際政治之間的這個關係 或許各位可以從這裡面 得到一點點的這個啟發 當然如說在這邊講的 私有財產定居的這種生活 提高產量 然後併吞別人的這個土地 這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面 而且預設了戰爭衝突 軍隊的正式化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自然的不平等 就是你原來天賦的那種不平等 大家沒有私有財產制 沒有什麼 他可以分享可以離開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都不太可能 所以自然的不平等 不知不覺的 隨著這一種交換的這個關係 那社會的這個不平等 它就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清楚 那如說對於這個法律制度的行程 他也有一套他自己的這個看法 他認為那個是強者對弱者的 這一種制度的這個設計 當然也不用也不會太訝異 如說對一個政府的行政組織的這個成立 也是強者要保護他自己 權力所設立起來的一個這個機構 那他看到不平等的這個階段 大致上來說 是透過這一些發展的這個過程 那從這一種經典的這個作品 我先講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是在一個多月前 那個潘正哲教授在他的這個 小小的這個觀念平台裡面曾經介紹的 就是潘朵拉的這個種子 那他基本的這個論點呢 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方式 是在一萬年前 產生這個革命性的這個改變 從狩獵採集移動式的 跟環境之間是自然和諧的這個關係 那變成是一個定居式的農業生活 這一種模式開展了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的這個社會的這個制度 那他這裡面我滿喜歡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我們跟環境之間的這個關係呢 我們狩獵採集有多少我們就吃多少 我們也不會吃更多更多的東西 我們也不會把這些東西囤積起來 不用的 所以我們跟環境呢 他是在那個伴隨著 就是遊蕩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一起伴隨著 可是當農業開始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跟環境一起在進展的 但是我們爬到那個駕駛座 我們開始要來駕馭這個環境 開始駕馭這個環境 看起來我們人得到很大的這個 對外在世界控制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想法當然跟啟蒙運動 說人文藝復興之後 人有那種自主性控制那個環境 從這個討論裡面 似乎是發展的更早 那開始控制了以後呢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就說他有提到有一些 這一種基因結構的這一種改變 那這個我想那個湯教授是專家 楊培湯教授是專家 我覺得他不在這邊搬門弄斧 那他們有興趣 等一下我有把書帶來 請他們等一下去讀一讀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看他們講的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生產的這一種方式 定居的這一種方式 他造成的一個新的這一種文化 更多的這個食物 但是你要知道食物的種類是更少 三個主要的食物玉米嘛 麥還有大米 我們吃的白米 就這三種 其他的那一種食物呢 事實上對我們來說 它的重要性相對來講是比較少 所以更多的這個食物 當然養活了更多的人 他也做了一些統計 他有一個分析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在舊石器時代之前 狩獵採集的生活 那時候的人活得是不是更不好 他引用了另外一個人類學家的資料 是不是完整我不知道 但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生活開始發展起來之後 其實那個階段跟 就食器時代去做 狩獵跟漁目的時候去做比較 我們的平均壽命 男女都是降低的 大概降低20%到30% 那其中的這個理由是聚雞 所以他有疾病的傳染 而且他工作的時速是要來得更高的 那這個資料呢 事實上在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人類學家 這個Marshall Scherring 他的這個 實際時代的經濟學裡面 他也提供同樣的這個素材 其實狩獵採集的人 他工作的時間不多 一週如果七天的話 大概工作時間三天 其他四天是在休閒社交 要辦辦研討會 之類的 搞搞什麼達人學院 對 好 那 他第二個就是 這個 人更多以後呢 他必須要有一個治理的架構 所以政府就發展起來了 政府組織他很發達 理由是因為農業 你也不需要水利灌溉 需要呢 集合眾人的這個力量 開始的時候由社區自己來治理 但是呢 你要灌溉的規模越來越大 迦南大菌 你沒有殖民政府 投入所有的這個資源 去做規劃設計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最光榮的事情是 這個大菌弄好了以後 我們稻米可以一次 一計收成兩次三次 養活更多的人 都符合前面所講的這些事情 但你不要忘了 一旦大菌出來以後 他就要有水利組織 他就要農田水利會 然後他就要農業部 什麼農副會 什麼農委會 一個一個就出來了 所以農業的這個生產 就組織的這一種發展來說 政府變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政府當然他有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你在衝突對立的時候 沒有辦法解決 那政府他透過這個法令制度 來規範這一些衝突跟矛盾 當然我們也知道 那法律是誰擬定的 在封建時代 一直到我們現在民主的這個時代 雖然大家都有參與的這個權利 但也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的完美 那再來呢 產生什麼樣的新的文化呢 就是宗教組織的那一種建制化 而且這個宗教組織 伴隨著這一種增加這個社會的不平等 這個宗教組織的這個制式化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對於環境 農耕的這一種社會對環境 是一個控制主導 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做出這些東西來 那個跟狩獵採集的那一種萬物有靈論 相互的那一種尊重 而且各種的這個神聖的事物 在各處都有可能發生 那個產生相當程度的這個對立 所以農業社會呢大體上來講 這個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是一神教的 而且他嚴密的這個宗教組織 相對於他的這個政府的這個組織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農耕開始就有聖餘 所以就有財富的這個累積 那財富的累積呢就要建立這個繼承的這個制度 那這個繼承的制度要確定血緣 所以一夫一妻制確定血緣 而且這個血緣呢基本上是父系的 那這個父權的這個社會呢 從這裡就建立起來 這是恩格斯在他這個國家與家庭的這個起源裡面 他最主要的一個論點 最主要的一個論點 那剛剛提到 當你定著在一個地方 你所有的成本 你所有的精力都在維持這塊土地 讓它能夠生產出最豐富的東西 當然你也累積了這個財富 那你也吸引了其他的人來攻擊掠奪 你所擁有的這個財富 戰爭無可避免 軍隊的這個正式化 隨著這樣也就發展起來了 那這個是 Spencer Wills 他所提到的 這本書是去年出版的 那在2009年 這個是在Science 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我先講這篇文章在研究什麼 這篇文章呢是U.C. Davis的這個 他叫做Population Anthropologist 這種群體人生的群體人生的群體人生 聚落人類學的這個學者 他收集了二十幾個不同類型的小型社會的這個資料 那他研究不同類型的這個社會呢 他的這個社會流動跟社會不平等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他把它分成四種 一種是狩獵採集 園藝型 還有這個畜牧跟這個農耕的這個社會 那這個所謂的這個園藝呢 他指的是說他不用任何的工具 做栽種的這個工作 所以他不太會有任何的社會 他只能種到他吃飽的這些東西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所以這四個類型的這個社會呢 他去做了一些比較 但是你要注意到 畜牧跟農業的這個社會呢 他通常會有剩餘 而這個剩餘就正如如說剛剛所說的 有剩餘開始就有私有財產 就要建立這個繼承的這個制度 那這個命題到底對不對 那這個MOTHER 他們的這個研究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狩獵採集還有這個園藝型社會呢 最有錢的10%的這個子女 他進入下一個世代 進入同樣就是最有錢的10%呢 比最窮的大概多了這個三倍 但是呢在畜牧型社會 最窮的那個10%的家庭的小孩 他要翻身 他的機會比起那個最富有的呢 大概只有1% 那農業型的這個社會呢 大概只有1% 1%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在狩獵園藝的這個社會 他的這個社會不平等 社會流動的機會 相對來講 他是比較高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文章 那他最主要的這個論點就是說 社會不平等 那因為有私有財產制 所以呢他會有這一種 世代財富累積的這個繼承 那不斷的強化 如果他沒有這一種 所得重分配的這個機制的話 遺產稅啊什麼這些東西 那這個社會 世代之間的這個不平等 就不斷的被強化 所以一種生活的更作的這一種形態 它會影響到社會的這個階層的發展 而且這種發展呢 它是不是不斷的強化 越來越不平等 至少在這一篇文章裡面 你可以看到 初步來說 300年前盧梭所說的事情 在2009年的這個science的文章 我也無意說science是最完美的 但是呢 有這樣的一篇文章 它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盧梭的 300年前猜測的這個假設 大致上來說 至少在這個研究裡面 是相當程度被支持的 那review這篇文章的這兩個學者 一個在MIT的經濟系 一個在哈佛的政治系 他們在同一期 他寫根據這篇文章寫的 很簡短的 大概一頁不到的 他們的評論的意見 他說什麼 各位看跟盧梭所講的 跟 Spencer Wills講的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他說呢 我們從狩獵採集 變成定居群居的這個生活 我們要幹什麼 我們要建立公共設施 建立宗教組織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做資源整合的這個工作 所以呢 那一種權力差畜的那個層級組織 從此就出現了 那這時候呢 政治階層 領袖酋長 這些人慢慢的就發展出來了 那群居呢 導致分工 導致新的這種層級組織 引領更多的技術突破 發展出更多的私有財產制 然後強化社會的不平等 這是他們兩位提到的 那當然的看法是 不是說農業革命 自然而然會造成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不斷循環 強化的這個過程 Spence Weir在他這本書裡面 沒有講的事情是什麼呢 當你有剩餘的 你有更多的剩餘 你會創造出無窮的 這個artificial的這個need 這個demand 你希望更多 無窮累積更多的這個財富 所以如果各位去看看 那個Marshall Schering 這個人類學家 在他實際時代的這個經濟學 他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什麼 他說在狩獵採集的這個社會 他們很少擁有任何的資產 可是他們是最富裕的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 我們擁有很多的資產 但因為我們有infinite 無窮的欲望 所以我們是最貧困的 那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那個陳東生 OK 你還有一分鐘 所以我可以講話講半分鐘 半分鐘 半分鐘 他一直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一些 比如說我們原住民的那個生活型態 會不會不在原來講的那個範疇裡面 或者是說我舉一個更具體的 像巴西 我們平常稱它叫做平民庫 可是我感覺不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的話 他們是住在最漂亮的那個hill 就是沿著碼頭海灣的那個山坡上 那磚塊疊一疊就是圍起來他們的家 沒有屋頂 他們每天就是在那裡享受海風 那他們也沒有 他是定居啦 可是他也沒有去併吞 他不用併吞 什麼東西都不要 他要吃魚 聽說是拿著一個鐵棍或是竹竿 到河裡面這樣擦一下 那個魚就很大 抓回來就吃 就是說他周遭環境 如果說有很富裕的供給 天然資源的話 其實在這個狀況下 好像那個不平等好像沒有看到 可是有另外一個族群就會利用那個資源 去創造很多很多很多累積財物 所以就變成整個社會就變成兩群 有一群是不會create那個不平等 有一群是會製造不平等 那這一群跟那一群之間 我這些享受海風享受生活的這一群 如果需要 我現在想喝個啤酒 可是喝啤酒說聽說要錢 要錢 我這個生活環境裡面並沒有需求這個 所以怎麼辦 另外一群人有 所以我就去跟他們拿 所以這個去跟他們拿 這個就變成他們整個社會的衝突 就是兩個階級 所以平等不平等是併吞 可是他這裡沒有想要併吞 他只是跟你拿 跟你拿就是路上拿 看到你有我就跟你拿 對他來講只是這個行為 這個 會不會在這個環境裡面怎麼去解釋 我感覺蠻好玩的 你一直在講 我一直有那個例子 我沒有想要併吞 我沒有想要併吞 你會不會有禍 我沒有想要併吞 你不想去